那各位呢 您進到我們這個OneNote之後呢 您從這個右上角這邊可以進來 那您可以選擇用這個會員登錄的方式 這是比較標準的 您可以選擇使用就是這個社群帳號的方式進來 那比較不建議您用Facebook 因為有些人那個全線設的比較遠近一點 可能會登不進來 其他的Google、Windows或Yahoo都可以 另外呢 如果您想要用Email註冊也可以 您就直接按下面這個註冊 您就填上自己的信箱 跟你所需要的密碼 那它會寄封認證信給你 好 寄封認證信給你 比如說 您想要用Google帳號 或這個MSN的帳號 但是呢 我不要跟這個社群帳號綁在一起 也可以 就是您直接透過Email註冊 好 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那再來呢 您在訪客這邊 訪客這邊 如果你覺得 我今天就先來玩一下而已 你就先試看看這個訪客 好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按一下取得訪客代碼 它會有個八位數 下次呢 你就可以用相同代碼 再從這裡進來 這樣子你的學習紀錄 你有看過的教材 有做過筆記 你有加入過的群組 通通通都會在裡面 都會留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個 我也不反對 這樣就產生那個八位數的代碼 好 就把八位數這樣 那進去之後呢 如果不小心 你還是忘記了那個八個代碼 對不對 那你就從右上角這裡 這樣有看到了吧 好 一樣在右上角可以看到 好 那建議您就是進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 按一下編輯個人的資訊 好 您就可以在這裡改一下 您的姓跟名 好 姓跟名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改的時候 OneNote裡面的名稱改而已 如果您是用社群帳號的 不會去動到那一邊 好 不會動到那一邊 所以這個是 第一個 您怎麼樣進到這個 OneNote這個翻轉學習平台 好 那我們的資料呢 我們放在這個地方 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 發現裡面群組 各位預設進來 是在這個課程裡面 那我們的資料呢 是在群組 群組比較像班級 或像我們這樣延期課程 一點進來 應該馬上就看到 因為我剛剛才開放 所以應該會排在第一名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進來之後 好 請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加入 好 就從這邊按下去加入 這樣就可以進到 我們今天的課程裡面來了 所有的資料都已經擺在上面 所以各位發現 今天來什麼都沒有領到 對不對 這個老師也沒有很偷懶 因為都準備在這裡了 好嗎 OK 那就麻煩各位 您進到這個OneNote 右上角這裡有 12341 kmaw.net 好 那再麻煩各位